这分很多情况 如果说局部的问题 比如说鼻腔局部的 鼻中隔偏区 鼻腔干燥 或者鼻腔受过外伤 或者鼻腔 甚至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就是在鼻腔局部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它会引起 经常流鼻血 一碰一洗脸 流鼻血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全身的情况 比如说你的血液的问题 还有一些全身的疾病 容易导致血凝不住 容易出血的这些问题 全身各方面的疾病 都会引起一个鼻腔的出血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分情况 或者还有一些高血压的问题 它也出鼻血 让老人后避道的出血 高血压造成的 但是这个病人来了以后 我们要整体它的情况 是局部的问题 我们处理局部的问题 是全身的问题 我们处理全身的问题 当然局部的出血 我们也会给予及时的止血 我们ow kitty 我们下次见